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却又温馨的祝福 还有可爱的艺人画像 却因为湿地重划而竟加面临拆除 就像周遭的眷村一样将被以为平地 拆得真的很诚实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城市的共同记忆 就是一个人们对于眷村遗像的在转化东西 那我觉得如果它真的要拆的话 应该可以想办法一地重建 用一笔一画勾勒出这座彩虹眷村的是 今年88岁的退伍老兵黄勇夫先生 历经战争的动荡不安 黄叶叶运用色彩的魔力 将原本朴实单调的眷村 表现一变成为色彩的国度 小钱 因为没勇气了 仔说我谢谢你了 10块也好啊 10块 哎呀谢谢谢谢 你要再画图好不好 谢谢 好 感谢 感谢 你看啊 我会动的 要再畫下去喔 好了好了 在這個眷村裡 居民們都很熱情 每一戶住家都是 漁皇爺爺居住二十年的老鄰居 彼此互相照顧 不同於大都市生活的城堡 這裡充滿著孩子的瀟聲 看快樂多年 多人來說 蛤 這邊還有人住喔 奇怪 沒有人住 裡面會整理的那麼乾淨 會畫到我們這邊來嗎 外面怎麼不畫 他跟我們講說 我給你畫那個 畫那個你可以嗎 我說可以啦 他喜歡畫就好了 因為大家都年紀 他也不能老的常常在睡覺 他這樣也不會無聊 他日子過得很快 他也很快樂 八三好在啊 八三嘛 我飛機都起來 都不敢講那個話 他一起來飛機 四不搞飛機 我們就連搞三個飛機 一塌就打死了 這個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你跟一樣 沒有意思嘛 每一個都不一樣了 你看這個又不一樣 只有提這個小孩 跟小孩拉這個香蕉就好 然而彩虹圈村即將拆除 黃爺爺的臉上鞋滿了不捨 因此眾多網友引發 讓彩虹爺爺繼續畫下去活動 希望藉由網路的力量 讓爺爺可以繼續畫下去 我一個人有什麼版本 他們都不公文 外面啊 這裡面啊 我一個人有種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好 差點不上 不管 網路的號召力量大 吸引大批記者輕易采放 大家都為黃爺爺的心血 盡力的經歷 眾多遊客 請來拍照留言 爭取最後的時間 會採用眷村寫下歷史的一頁 由於這次保留的聲浪 越來越大 台中市政府表示 會再進行評估 是否有必要繼續保留 可能會朝向 就是會列入 會那個高開的那個 沈憶委會 有專家學者來評估 他是不是具有 古蹟歷史建築的價值 嘿 所以那你們現在目前就是 沒有就是說 一定要拆了嘛 對不對 嗯 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邊 沒有辦法跟小姐 你做一個很明確的回應 因為我們要先了解說 他是不是具有 古蹟歷史建築的價值 之後才有辦法去做 後續的評估 沈娘的熱情 與充滿創意的同業業 因為花花的興趣 而才會從這座美麗的中原 帶給大家許多快樂 現在卻連下一個居住的地方 都不知道在哪裡 在這個世界上 需要的是多一點傳真 給都市生活中 用下一點點真 也給黃爺爺一個 可以進行揮灑色彩的空間 找到一個居住的地方 我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我去看 你又去看 我去看 你 我去看 你 我去看